Hello 大家好 有一個星期 經過五窮月 五月底期節結算 然後再黑期結算後 到六月二日星期五 恆指來一個大反彈 這個大反彈有幾個因素加起來 第一就是美國債務上限的問題 民主共和兩黨談判了 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通過了 最後市場其中一個炸彈就釋除了 這個疑慮釋除 當然對股市來說會有幫助 第二,市場也在憧憬 現在特別在國內的網站 都在很多討論 就是憧憬中央究竟什麼時候會放水 什麼時候會救市 會不會有些降準 減息的動作 因為再這樣跌法 或者再這樣走法 好像不太行 美國經濟都擔心軟著落 而中國的經濟也在講復甦不至預期 再這樣搞法 其實大家都沒有好處 會不會有些舊經濟的動作出來 這樣 第三 就是因為之前這樣跌法 跌到大家現在都看得很淡 很多人都用0.618這個黃金比率去計 就說市有機會落到大概17,700到這個水平 所以亦都由部份膽倉建立了 在這個時候 已經這麼多膽倉做了出來 所以亦都有一個夾膽倉的行動 基於上述剛才那幾個原因 全部加起來 所以市就快要一個大反彈 一夾夾了上去 曾經試過恒指一度到19,000 這些大關 好了 接下來後市又會怎樣看 現在暫時這樣看 下面大概18,000點 應該會見到支持 而技術上來講 我們看看保利加通道中軸 即是20天線 就去到大概19,400點 這個位置 至於後市會不會再進一步向上升 當然都要再看 但暫時來講 大市的波幅就會在這個區間上落 我們可以看看 恒指其實去到大概18,000點 鬆一點的位置 我們看看 其實現在恒指的預測市盈率 那個PE 九倍都不到 其實很低 所以你說我不管短線的波幅有多大 有多多也好 如果恒指去到這個位置 是不是見底 即是底的底 我們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底買的底 剔手邊的底 我們就覺得 相對來說是底買的 理由就是因為剛才講到 恒指已經跌了下來 還有很多股份都跌得低 有些PE5倍都不到 股息要10厘 你想想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這個時候 中長線 你說不要買了 你因為怕風險太大 但是你說省少少去買一些 我覺得都可以 例如 你什麼都不看 閉上眼 例如之前說18,000點鬆的位置 你說200,000 這些大包圍的盈富基金 我覺得其實又不太大風險 另外 有幾隻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包括 這個 6800 中國海外發展 顏色也是不錯的 4厘幾 所以PE也不高 之前是因為擔心內房債務有出現問題 但是內房是要分民企和國企的 而6800是國企 本身負債比率也不高 不是人家是民企的 借到離譜 負債比率上了天花板那麼貴 所以其實它都穩固 你說現在大概彈了整個星期五的時候 彈了整個8%去到17元鬆跌的位置 我覺得都有機會可以再上 你不貪心的話 19-20元那些都有機會到的 至於另外譬如你說顯礦能源那些 現在又是了 一旦彈上20元左右 它接下來更厲害 派息再派特別股息 預期周息到19厘 PE講的4倍都不到 3倍鬆跌 這些又是 如果你說拿來坐下收下息 其實又無妨的 即是現在跌倒這些 其實都有很多便宜的 又例如3323中國建材 去到大概4個8到這些水平 預期周息率9厘7 預測試盈率又是4倍都不到 類似這些 不要全部買一隻 不要躺身 亦都不要全部資金放下去 例如 每隻本來你想著用100元來買的 你現在每隻買25元 其實都很穩陣 一來分散了 以來剛才所說的 有息收 PE又低 然後慢慢坐下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好 我是Alan 今個星期外圍的風險 又再降到近期以來最低 因為上個星期 國民民主兩黨 達成了債務上限的協議之後 今個星期一年 看這個參眾兩院 已經通過了 這個暫緩 這個債務上限的議案 所以這個對於大事的困擾 可以說已經過去了 同一時間 亦都見到美國 其實6月中 美聯儲加息的預期 亦都降到近期最低 普遍都認為應該會暫停加息一次 至於之後會不會再加的話 之後再算了 即使在之後會議再加多能源 都應該是真真正正的最後一架 所以見到美國各個成長股 尤其是Nmedia所帶領的一眾芯片 或者半導體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是破頂之後再破頂 雖然中間有少少的調整 但仍然都在高位裡培活 整個外圍的環境和趨勢 相對來說是比較樂觀的 港股連續四天下跌之後 星期五出現一個很報復式的反彈 有報復人認為 可能是外圍環境改善 美金弱化 然後是人民幣轉強 有少少關係 但你也要理解到 其實外圍的環境 即是為了風險降溫 其實今個星期初現出現 但港股在這個環境下跌 仍然是連跌四天 到第五天星期五才出現反彈 很明顯跟這個外圍的環境改善 沒有太大關係 究竟是關什麼事 事緣就是星期四晚 忽然間很多消息 在周圍傳 全周五的時候 會有各種各樣的金融會議 或者是一些政策會議 然後召開 召開完之後 就會在短時間內 會公佈很多新的刺激經濟政策 這也是合理的 因為通常見到連續一段時間的經濟弱勢之後 大家都會傳 就是內地的政府 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政策出台 出手 去挽救和拯救經濟 其中市場傳得最多的 就是關於有機會對於人行來說 會有一個雙降 包括降墜和降息的出現 另一方面 關於地產 亦是再次傳 可以放寬三條紅線 至於中美關係 普遍有人傳 當人民幣跌至7.2%之後 可能會消除或減免部分的關稅 從而兩個關係會干涉 各種各樣的傳聞都有 但至少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未見到官方有任何回應 也未見到官方有任何跡象 會推出這些新的政策 所以暫時都是以傳聞為主 不排除星期六日的時候 真的有一兩個新政策出 到時才會再判斷 之後的走勢究竟是怎樣 所以若然星期六日 未見到新的政策 即是星期五這一坑 即是衝上去的衝勁 基本上就完全落空 所以星期一很大機會 港股又會打回原狀 由於港股這輪的頹勢 其實是自四月份 經濟明顯轉弱開始 而五月份 整個五月份 其實轉弱的速度有少少加快 這亦令到女者擔心 中國經濟的復甦 受到一個比較大的阻礙 同一時間 第一季度的數據比較帥 所以第二季度 是見不到新的刺激政策 無論是政府的常用政策 也好 或者是央行的貨幣政策 也好 都見不到新的刺激政策出台 導致經濟轉弱的過程中 沒有一個外力去幫助它 有一個明顯的見底反彈 所以才見到這個疲弱的趨勢 在六月份仍然會嚴重 內地的政府或者是人民銀行 其實早上都會出手 究竟什麼時候出手 理論上比較少在六月份會做這件事 因為通常會有貴度的會議 在七月份召開 所以合理的推測 這些刺激政策 有機會在觀望六月的情況下 七月份才會出台 所以六月份在衝敬政策 未必是太過現實 我純粹講一個機率的問題 所以如果下星期一回來 都未見到這個政策 可能股價是有機會 向下調整的壓力和風險 當然每次有這些傳聞 每次有這些反彈的時候 都是一個頗好和利離場的機會 下星期我們就持續著觀望大市走向 星期一、星期三 在投資集記內 會和大家及時更新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租中進昌 又是下星期展望的時間 之前其實一直都和大家說 恆指是會跌穿 18,829點的 的而且確跌到這些位置 亦都跌破了 不過呢 去到18,829點的關口 見到港股 即是不少上市公司 有出來回購之餘 市場的情緒 亦都悲觀得太過極端 其實在星期三和星期四的節目中 都有提醒大家這一點 就是隨時會有反彈 果然 星期四微升 星期五列口高開 再推翻上去 全日成交超過1500億 我想都可能夾到不少淡油 如果要問我的話 其實星期四已經畫了這條線 超額完成 我都猜到會彈 但是都超出了少少我的想像 Anyway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 屬於技術性反彈 還有夾蛋倉的味道比較濃 不是說馬上會回 但是我覺得 始終基本面沒有太大改變 主要可能是有些什麼股份 升得比較厲害 譬如之前的長期弱勢的內房板塊 看到龍湖 即是星期五是升17% 接著 譬如碧桂園 接近一成的8.5% 成交量是平時的三倍 除了內房之外 最近弱勢的 大家都擔心一些經濟消費 即是一些體育服裝 或者叫做內需股 好像李寧那樣 其實都有 報復性的反彈 錄影的時間 即是這一刻 是星期五的下午 接下來 怎樣看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 就是星期五晚的非農業就業數據 如果非農業就業數據 是比預期好 那麽美國可能 或者美股方面 可能會出現調整 因為這樣會令到 即是通脹 和加息的憂慮 是升溫 那 隨之而來的 其實本身 這個其實 星期四都有解釋過 就是信貸收緊的情況 這個會對大部份的科技股 中小型銀行股 其實是不利的 如果相反 非農是比預期差 譬如 新增積為18萬份以下 市場可能會稍為樂觀 利好星期五的美股 亦會帶動下星期初 港股 就有機會 繼續上破 萬九點或以上 總體來說 港股基本面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技術反彈之後 個人傾向 可能都是在萬八點至到萬九點 鬆一點 千多點的範圍 做一個上落盤整 跟著代變 大市的觀望 或者大市的展望 大致上是這樣 希望大家不要嚴沉氣 最近我都忙少少 盡量抽時間 希望跟大家分享到市況 做到星期二、四的租市錦囊 因為 其實可能有聽開朋友都知道 很多的 預測 跟進 分析 都是在平時 星期二、四的租市錦囊裡 都很開心 看到一些留言 可能有些朋友都賺到錢 幫到大家挑選 當日港股一些 即市的消息 觀察 和大家分析一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過去這個禮拜 大家看到港股市況的走勢 都非常兇險 曾經是下市18,050點的水平 然後有反彈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 大家說 差不多是18,800點的水平 究竟彈完尾 還有推動的空間有多少 我自己看 因為 說到星期五這個反彈市 其實主要都是 都是叫做 受制 即是推動的因素 反而就是 人民幣的匯價 輕微反彈 還有最重要就是 看到一些數據上的消轉 還有最重要就是 債務方面的上限 都是有通過的 所以其實大約六月份 我自己看 你說六不絕也好 或者六月份 反而五已經是五重出現了 六絕的效應 我覺得其實都提前在五月份的下重出現 其實大約六月份來說 我自己看 反過來 就是困擾現在整個環球也好 或者港股也好 那幾個內外夾擊的因素 包括就是內地方面 經濟的數據 反映經濟的增速 是否真的不似預期的情況 尤其是重啟之後 第二就是人民幣的匯價 這兩點 我就覺得 要給一些時間 市場去消化 但是外圍方面 那兩個因素 包括就是說 說到債務上限的情況 我相信應該 現在隨著 截線慢慢接近來說 應該那個不明朗的因素 是逐步減低的 甚至乎可以有機會消退 我自己一直都 尤其去到這時候 我就不太擔心 事實上開始 市場都可以抵抗這個因素 第二 就是 就是 說到市場 另一個 比較關心 就是 美匯方面 這也是 跟加息的時間表 現在的利率企業 就是六月可能會暫緩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最好的 跟回路線圖 真的 七月確認見頂 就比較好些 現在 如果真的 就算市場的聲音 或者真的 如故作準 六月份 暫時都是 維持不變 去到七月才 再進一步 確認見頂 只要不追加 我都覺得 收貨頂 都會有助 六月份 又少了 不明行的因素 最重要的 剛才我都說了 這裡掛在後面 就是講過美匯 其實如果有機會 真的說 在之前104關口路上 有機會回落 其實最實際 加上長息回落 對資金流出 美元以外體系的資金有個幫助 當然 你可以說 港股來說 這期日股 韓股 甚至台灣股市 都是走弱 當然 一方面的數目 就是人民幣的匯價 有關 所以這一點 反而我覺得 都要看清楚確認 或者真的 看到 相對地 官方方面 有些聲音 開始對人民幣匯價 大家覺得 某程度 好像相對地 有些推進的情況 希望更加加強 大家對人民幣匯價 差不多到接近7點多的水平 有條件慢慢彈上去 我想 都是連帶掛鉤 對中資股的幫助會比較大 說了主要格擊主因素之外 剛才總結後 我自己看恒指兩短期的反彈 有條件可能再彈上去 我想大位剛才說是19,500 這個阻力會比較大 亦是考驗 挑戰市底 究竟是否確認 如果升穿 可能有機會脫點程度比較大 當然要看成交 動盈指標 動盈指標 剛剛現在雜介 慢慢做好 有條件要站穩10樓上 這個 彈上向上的優募空間 至於你說 我們之前量度 一直說 過去這個星期都是 關心量度數字 一個17,700 一個18,200 18,200 18,200又跌過了 就是19,500 和18,200 這個區間 再回落 這是其餘一個考驗的支持水平 另一個就是8,500 這期都形成了一個列頭 所以要補回 這也是第一關 可能再下降 可能亦是需要回到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向上和向下的空間並存 因為我過去的經驗來說 這些市況不會一次過 這麼快就確認了是墊底 會有機會再反覆回落 而歧視就是 始終困擾市場的因素 不過 反而我覺得 我們再多探討 科技股的走向 可不可以率先突圍而出 那科技指數 我覺得這期 若然科技指數 再反彈的阻力 就先考慮看看3950 這個水平 當然現在你看看現水平 其實那個都算是反彈了 低位反彈差不多3,500 都反彈了不少 不過我覺得 就說 個別的科技 叫做中概的科技股 有部份 我自己 印象好的 或者覺得業績好的 我都覺得 可能你說現在這個水位 比較多 但如果有機會再回落 大家看到都沒有再跌穿上 低位 這些股份 即是考驗市場 我持過信心 態度都是高的 包括我自己看 百度 快手 網易 這三隻我自己比較喜歡 當然另一方面 如果指數可以 能夠配合得到 或者大家覺得 可能到時量度 下個星期可能會輪到科技股 有些比較大的波幅 這個我都不知道 如果是科技指數 有機會可能 又下回差不多 3,400 3,400 這位 我相信 可以考慮科技指數 現在 大家看到很明顯 過去這兩個月 在納指方面 都做得比較好 或者 可能外圍的科技股 做得比較好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考慮 如果總體 例如 反而不是說專注內地 反而是放眼 全球 或者美國方面 這些很英偉達那類 或者那個啟發性 或者突破性 比較高的科技股 我覺得可以考慮 這兩個ETF 大家不妨可以在留言 其中一隻就是 一隻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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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東英 那個 元宇宙概念的 ETF 如果元宇宙 當然去年推出 大家已經覺得 好像 好像勾了一點 但是 主題上 它現在選擇的股份 其實都很多 算是不錯 當然你說它是 我們香港交易 要反映它 美股方面 這個來講 有少少隔了一層 但是 如果比較中線 大家還是看好的 亦都想分散一些 我都覺得 可以去考慮 比如說 有幾隻 大家應該熟悉的 例如 微軟 剛才說 英偉達 近期AI 他們那邊都做得很好的 相關的股份 這些 他們都是 說 重倉 或者是 組合來講 頭盟大持有 所以我覺得 這隻 都可以 如果大家 都比較上 其實都覺得 科技 反而現在用新的角度去看 即是 即是 已經 經濟不明朗之下 他們做的業務模式 反而 即是 如果是 有個 例如 傳球 即是 基本上有個壟斷性 其實反而在 人類質素 有什麼情況下 都會比較另類 一些 可以分譽考慮的 一些 項目 好嗎 今次來 這次跟大家分享 先 大家好 我是Kingston 蓮敬鹹 跟大家互顧今個星期的 港股走勢 剛剛這個星期 是 驚濤蟻浪 曾經 指數來看 是大幅下跌的 亦都是 曾經 回落去 拉近18,000點的關口 最低見到 18,044點 幸好 星期五的時間 在幾個因素 大動之下 是出現一個 很明顯的反彈 指數 也曾經 升上去19,000點的水平 利好因素來看 包括了 市場 預期 是 美聯儲 6月14日 加息的機會 好像是 少了些 而 令到 美元 由104 這些位置 回到103 多 再加上 人民幣 那方面 亦都是由於 美元 轉弱 少少 而 由低位 7.12 這些位置 升上去 7.1 樓上 這些位置 所以 都令到 中港股市 出現一個反彈 當然 亦都是加上 美國那邊 債務上限的問題 是得到 參眾兩院 都通過 解除了 這個危機 大家 鬆一口氣 所以 指數方面 是出現一個 比較好些的反彈 但是 市場 仍然 我相信 都要繼續關注 昨晚 星期五晚 的 就預數據 美國就預數據 看看 是否真的 對於 未來的加息 是 好像市場 現在的預期 有個機會 暫停一次 如果真的 的話 一星期的 港股 或者有個機會 站得到 在十點線 現在大概 18,900 這些位置 或者有個機會 重上回去 19,000 當然 星期五 見到的情況 是出現一個 夾膽倉的情況 才能大動到的指數 出現一個 很明顯的上升 但是來計的話 基本的因素 其實 未見到有明顯的好轉 尤其是 內地方面的經濟的數據 除了財新的數字 財新PMI的數字 比較理想之餘 其他各項的數據 都其實 顯示到 中國的經濟增長 出現一個防緩的情況 未來的時間 如果是 見到有利好的數據出現的話 才能令港股 有進一步的反彈 否則 星期五的上升 只可以稱為 跌到到18,000點 一個大的關口 出現一個後抽 後抽完了之後 亦都不排除 有一個機會 再試回到18,000點 或者甚至更加低的位置 所以 後市來看 都仍然 如果加息機會減少 港股 有一個機會 重上到18,000點 樓上 否則 沒有理好消息 再回到18,000點 或者穿18,000點 的機會 都仍然存在 整體六月份的走勢 都不是十分之理想 最主要是 看著內地經濟的數據 股份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 回到福壽園 大家知道 福壽園以前的業務 最主要是 做一些殯儀相關的業務 但是現在 響應數字經濟 中國 數字中國 國家 民政部 亦都推崇 一些 線上敗制的 一些情況 公司 亦都是轉型 做更加多 關於數字化的業務 這個業務 相信 現在 基本上 都很受到 內地民眾的歡迎 有個機會 這個業務 成為 未來一個 增長的亮點 股價那方面 亦都曾經 下視了 250天線的支持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在6元以下 可以嘗試馬入 看著目標 可能 看著 6.5至6.6 或者6.8 這個 就是比較忠實一點的目標 大家可以留意的 穿了5.5 就作為一個指示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同政見的林家鏗 為大家講一講 6月第一個星期 那個市況 未來來講 怎麼都部署了 你看得到 上星期五的時間來講 恒指一升 就升了733點 一個大的升幅 很多的籃籌股 你看到 全部屬於一個叫做 大陽足 這樣上升屬來的 這個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反映了 在5月尾的時間 很多的沽空倉 是迅速平倉 買回所有的貨 將以往那個沽空倉的盈利 代回入袋 這個叫 迅速買回貨 就是其實 補回之前的沽空倉 你看得到 從此 達入了這個6月初的時間 一次過 一開始 就有這麼大的上升 那個幅度 其實你看回過去2022年 2021年來講 其實你看得到 5月份 都是一個大陰燭下跌的 6月份 就有一個 反彈性的復甦的 所以我覺得 6月份 那個上升的走勢 未曾完結 未來來講 應該是會繼續上升 起碼初步 恒指 都要上回到這個 二突天移動平均線 二突天移動平均線 就是等於這個 保理交通的中逐線 大約是19,300 19,400 19,400 所以 接下來這個星期 我覺得 恒指 都有機會 是反反覆覆 拉拉 巨巨 向著這條二突天線 進發的 所以 持貨的行程 不妨來講 可以持久一點點 不要這麼闖絕 一升七百幾點 就馬上沽下去 可以慢慢慢慢 等高一點 用來食糧的 今天來講 是為大家講到 這裡就這麼多 多謝